我叫考兒 中學時開始選修試藝科 中學畢業後 很多人都會順利 我們會入畫室教畫 幸好我入了一間會做圖藝的畫室 從那時開始接觸圖藝 主要以狩獵為主 我去台灣東海大學交換 環境很不同 因為他們的草地很大 他們上課的黑板很大 我真的很喜歡 比人高 整幅牆那麼大 對於一個人的思維和想法 不知為何 真的大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的環境 是很適合創作的 今次我擺放《Affortable Art Fair》 其實是我近期的創作 因為我近期想把城市和植物 帶入我的創作 我選擇了圖藝的物料 是因為我想做到像長的粗糙的感覺 所以我今次選擇了一隻斑點 而斑點那種淺黃色 再加上點點也有像孫子 或者卷黃黃的感覺 之後我畫的時候 今次不可以用墨 因為經過搖燒的時候 墨會失去 所以我會用油來代替墨 但是有那種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們要燒完之後 才知道龍淡是怎樣的 簡單來說有少少靠苦 但燒完出來之後 就是一個我和姚合作的作品 做到出來的效果是 我未必能控制到的 但是我又盡了我的能力 去控制那幅畫的樣子 其實我又覺得這個地方 可以讓我試到不同的東西 有些想法可以由這裡開始 等於2017年的時候 我開始了教班 如果在這裡的時候 我又想試一下 會不會可以一個小小的展覽區 給一些走過的人 或者我上網做宣傳的時候 一些所謂叫粉絲 可以過來看看我們一些作品 還有其實我都想用這個地方 集合一些大家都會畫在陶瓷上面的人 給多些人去看 就不只我一個人的東西在這裡 可以多些人的東西在這裡發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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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